特斯拉是目前全世界甚至台灣就是賣的最好的電動車 那我們來看一下Marco你自己擁有的特斯拉 以它目前的使用里程各方面 那電磁摔對度這件事你有在關注嗎 我有兩個兩台車可以分享 都是時代的眼淚 第一個是2017年早期的Model X 那個時候是75D 5年前滿電是314公里 我記得印象是這樣 那跑了75000公里之後 現在滿電是280多公里 這樣子算出來 因為特斯拉的儀表版顯示的里程是EPA 去套那個電量 所以是準的 這樣算起來衰退大概是9% 5年9% 75000公里 那第二台是Model 3的SR Plus 那個時候2019年9月交的第一批的車 那個時候滿電380公里 現在開了12萬公里 所以衰退13% 聽起來好像有點多 可是這兩台車 Model X我都用超充 100%都是超充 因為那個時候充電超充免費 Model 3是一半是超充 但是它們的衰退曲線都是前兩年多 但是這幾年都是趨緩 所以我沒有辦法歸納出它的特性是怎麼樣 因為其實使用充電的環境是不一樣的 其實大電池的車 你想想如果衰退4年 地球王機械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體 這是樹立道 我們現在試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騎到行動你也看不到吧 海峽油門 地球低線邀您一起上線